前行提要 蓋瑞與傑妮換上ONE BOY衝鋒衣 衝進風群 準備彩蜜慰繞蛇丸 ONE BOY沒有贊助 欸在街上啊 蓋瑞咧 蓋瑞還在睡啊 我叫不醒他 叫你喜歡用心要 發自內心的呼喚他 訂閱500萬啊 然後我看一下 農區體驗大家會像我們這樣穿成這樣嗎 絕對不會 現在的狀況是 反正我跟蓋瑞先作為代表 因為我們有防護衣 然後我們讓蛇丸大哥在旁邊休息一下 briefly on the general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靜距離 欸 很小隻欸 那邊一隻 哪邊一樣 天地 它們就是被尋到了 啊 好臭好臭喔 哇 好多多隻 Oh my god 哇 超多多隻 很小欸真的很小隻 它們真的蠻冷靜的 爬不太會起來攻擊或肥 所以蜜蜂其實沒有像我們 一般的印象那麼兇 因為我們兩個現在站著 其實他們也會來趕緊 沒有對我做什麼事情 澤蘭沒事啦 他是攻擊黑的 你看他兩個都白的在那邊 沒事啦 你們鐵力士噴一噴 再跟我講沒事 那我們來吃蜂蜜了 這個就是蜂巢蜜 那像是你們看到這個地方 蓋起來的地方 這個全部都是蜂蜜 再看一下 欸有耶 真的有充鮮耶 真的有耶 吃吃看 吃吃看 這是白花果蜜耶 是嗎 白香蜜 你太想白花果 白花果是什麼 白香果 白香果 對 白花果是什麼 看到蜜蜜都亂了 我覺得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他講話突然變好柔軟 好像一隻小熊 他沒有到農野蜜那麼甜 他算是一個比較清香的蜜 美食評論家耶你 真的耶 他吃起來有淡淡的花香 欸好像蠻好玩的 關在裡面 我懂那種清甜的感覺 欸對對對 他不會到很甜很甜那一種 欸那都來吃 人家說蜜蜂只要消失啊 四年內地球就會滅亡 因為就沒有糧食可以吃 對 所以我通常都不能播種 對 可見蜜蜂就是 對我們地球的那種 農業的貢獻有多麼重要 是 蜜蜂才是我們人類的好朋友 很大的推手 狗狗能播種嗎 對啊 狗伯不行 不要啦不要講到 為什麼你們要攻擊他們 為什麼突然間要不然 開玩笑的 看來傑尼搬弄是非的技巧 已達瘋狗等級 今天感謝果之力 果之力 謝謝你很辛苦 我們蜜蜂大哥這個體驗怎麼樣 欸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一次被那個 台農一號驚艷到 燒到 燒到 欸我覺得超好吃欸 利爾家很近 你知道嗎 再過來 買個一箱送朋友 這樣子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果之力 謝謝果之力 我們要前往下個地方 謝謝 好的謝謝 再見 毅然決然把家裡的檳榔鐵 開闢成觀光果園的決心 不愧是種百香果的 你的PASSION 我看到了 趕快加油啊 加油啊 趕快加油啊 冷靜喔 手腕很冷靜喔 差一點欸 你有機會欸 沒有機會欸 他有抓到那個時間欸 天色艱暗 我們一行人 來到萬鑾五溝水 我們聽到那邊一個很酷的東西 就是他們元宵 對不對欸你知道 兼泡欸你知道 你有丟過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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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對不對 我這是第一次人生第一次聽到 兼泡這個東西 五溝水元宵兼泡城 是客裝十二大節慶之一 起源於六堆之一的萬鑾先鋒堆 相傳最開始是要抵禦外敵而練習 後來衍生為節慶活動 將點燃的鞭炮直入炮龍內 若成功點燃 不只象徵驅走霉運 更能獲得獎金 等一下坐視影丟肩炮 是後面那根是什麼東西 對就是我們傳統的 對 原來 Vivian有24擎 平常傳統來說是要有24節 24節 24節 24節氣 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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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y 對 24節 24妳好 這大概3層樓高吧 差不多 3層大概快10公尺 兩人三層樓 據我所知 現在這個肩炮是要 手上拿一個肩炮 對 你要扁 往上丟 入到那個..裡面去 對啊 然後它開那個 然後你裡面有鞭炮 所以你進去裡面鞭炮就頂了 然後就全部爆開 可是這會不會太難了 可是我們今年的得主 就是第一名流中 他兩分鐘就丟到比賽 那流中那裡有什麼獎品 我們有獎金還有國公的保佑 獎金部分大概是多少 就是 十架浮動 這個還在十架 我們主要是一個心意 請問一下你今年有玩嗎 沒有 為什麼你一直忠誘我們玩 你自己沒有玩 這是有危險 這是指甲剛做的 他炸掉啦 不是防好的 防好的泡 隱性就在這邊 對 一點然後往上丟 就算好那個時間 不會有散掉的問題 我們還要就是算一下那個時間再丟 我們不可以一點馬上丟 這不是玩遊戲喔 你沒有算好手就炸掉了 你這樣講講 超緊張的 我是有學過什麼 很大就台西服那些什麼 歐師傅的 歐師傅 就朋友 大屁股 大屁股 會亂來罵我 哈哈 我給你帶手上 我給你 你不要試看看 來這裡 台師傅也 不是台師傅 你這樣這樣說 台師傅 我這樣說 書公 書公 我叫他台師傅 他是大屁股的意思 我一直覺得台師傅 聽起來很像大師傅 刷了來三位綁好自己的泡 準備聯手攻破五鍋水的泡塵 蓋瑞第一發 第一發 走一個 去那邊 來喔 交給你 要給我自己 真的好緊張喔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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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對啊 還是太晚了 這裡有 好 怎麼樣 很高耶 好 開始 差不多囉 他靠有了 那個人是快炸 你沒有把它點在上面 我曉得他好快喔 我剛才也覺得他快 那是速爆彈 我那個好像也不得了喔 你是點錯地方 對啊 不過不要說會有點緊張耶 因為他在你手上炸開 對啊 還是會有那種刺激感 客家人真的心臟很大顆 所謂樹葉匪蟹 從早丟到晚 現在看到我們現在已經是 大概半夜十一點半左右 我們從大概六點到這邊 一直都沒法離開 因為我們永遠都打不到那個肩炮 那我們現在在看蓋瑞選手跟石頭彎選手 誰才可以拯救我們 讓我們離開這裡呢 來了來了 好的 好危險喔 他放開久了 你膽子很大耶 哎呀還是 我覺得還是太早丟了 應該還可以等一下再微調一下 再更久一點 真的 結果我們炸到半夜兩點 他在炸 到底幾點了 學校沒有人了 一直有鞭炮聲 大哥我們可以再降三格嗎 完蛋了 我們只是從人空就好了 再下一點好了 再下一點 好這樣這樣 好這樣好了 有有 好緊張 欸 欸 欸 要不要再更低一點 這是破我們紀錄的 哈哈哈哈 破紀錄的D喔 這已經是那個我們 額頭 額頭睡球 啊 啊 額頭睡球 哇 大哥大哥 我們可以再跳D一點嗎 這是你目前綁過最低的嗎 嗯 對 哈哈哈哈 可以嗎 這還可以灌籃的耶 看是要不要改名叫 哈哈丟臉丟到萬輪去台 這那麼高 到底那個兩分鐘是怎麼丟進去的 對啊 通常平均要丟進去會丟多久 一個鐘頭 然後還兩分鐘 好緊張 加油 加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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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外面這麼堅固喔 有嗎 這樣有殺到嗎 沒有耶 進不算 不算 不算 它是丟到上面 它現在丟到上面 那是假的了 所以一定要從洞裡面丟進去才可以 對 哇 哇 點了那個裡面的那個泡 不要拍看看裡面 因為我們已經降下來了 看出來我們就看一下裡面長怎樣 裡面有那個 一排的那種泡 喔 氣量很大耶 你看 你看到嗎 然後上面是一個塑膠籃子 最難怪炸不到 因為它感覺上面有一個 紙板 包著 不容易不容易 感覺真的要從這個洞進去 蓋瑞有信心嗎 這樣子再不再不爆 真的是有點過不去 對啊 好緊張喔 蓋瑞要借跑捏 讓我想一下 這樣進去 對 這樣進去 對對對 好可愛喔 蓋瑞 你有看好洞在哪裡嗎 有 哇 快跑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有智者是靜晨 我可以下班呢 今天體驗過我以後真的 很不容易 來之前以為它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趣味競賽的感覺 就沒有 我剛才聽從他們講起來 他們超認真對待這件事情 就是連降低一點點都會擔心公平性問題 對啊 會有那種解析的問題 其實當天對這個文化是非常認真的 非常重視 對 我覺得很棒耶 因為你要很認真對待的話 你才會重視它 我覺得文化就是要靠我們這些年輕人 要傳承下去 一起流通學也非常棒 那我們就一起把這兩顆 就點了然後往裡面丟 好啊 那你拿到牆槍 來一二 有種浪漫的感覺 你也拿去 其實 這次能在元宵節外的時間體驗兼泡城 都有賴於五溝水守護站的流通學 協助溝通 身為客家人的他 對於文化有種使命感 因為我們除了五溝國小 就是我畢業可能到國中高中之後 客家人變少數 客家人少數的情況下 他就很容易因為 比如說刻板印象啊 或是一些標籤 然後去嘲笑你 其實那時候真的是蠻挫折的 我沒有辦法講我的語言 那種比較深刻的事情 就是我同班同學 他是客家人 可是他不會講客家話之外 班上有人排擠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他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客家人 我覺得這非常可惜 所以就是也反向刺激到我說 我想對這個文化 就是付出一段心力 而他自己也親身經歷過 大家刻板印象 不是客家人常被吵笑嗎 比如說我到雲林讀大學 開學一個禮拜 就是跟同學約出去吃飯 然後我不想吃那個蒜頭 就只這樣 然後他說 那你不是很省 幹嘛不一起吃 等一下 當然是現在知道就是 有錢人的數值就是這麼低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力氣省起來 對 就還是學習 就是讓自己能夠這麼比較生氣 或比較在意 就是世界上很多人 你們會用客語通通罵別人嗎 我是不會到罵別人 因為其實我髒話都長大才學的 就是我 想說沒有人在講 然後想說我跟敏南人學那個客家髒話耶 語言交換果然是族群融合的力氣啊 好啦 舌丸 今天跟我們完成了下午的行程 哇 今天算是 欸 好吃又好玩耶 感覺兩項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哈哈哈哈 還好啦 那今天的肩炮呢 怎麼樣 欸 我丟到滿頭大汗 你知道我爆汗就兩個原因 一個是很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很緊張 然後我丟肩炮啊 又累又緊張 又害 我看到他拿那個肩炮的時候 都放在你手上 我想說不要爆了 要爆了 我覺得他這個真的很好玩 跟我們那個 恆村在地區的那種搶菇很像 有去體驗過嗎 我沒有體驗過 可是我常常經過他那個城門旁邊 他們在 下一集 想體驗看看嗎 下 要不要 我們安排 要不要 要不要 不害怕 你不要想要騙屏東人去玩啦 沒有 我們都看過 全身都牛油耶 後來 下集預告 蛇丸屏東搶菇 今天下來 我最大的體悟就是 今天光跑兩個場 我就看到兩個女青人 在為了屏東的未來努力 其實你就是其中一個啊 對啊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我自己的家鄉 所以我知道他們留在這邊 遇到的問題會是什麼 最大的困難就是 有時候你會覺得很孤單 因為就是會有一大部分朋友不在職 他們是屏東人 可是他們可能去別的縣市工作了 所以去別的縣市發展 有時候工作都很累這樣子 很早到朋友聊天 結果你回頭發現 欸 沒有幾個朋友在身邊 對 大部分都在別裝打電話 也只能用手機 對對對 也不是說他們不好 因為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 你會擔心有一天屏東的題材拍完嗎 我覺得屏東有無限的可能 三號候選人 沒有啦 沒有啦 期待捨玩衛冥服務 是不是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呢 因為今天有請我們要穿雨鞋 我想說地上也沒有怎樣 為什麼要穿雨鞋 因為這個時間蚊子很多 就是食物鏈嘛 青蛙會吃蚊子 蛇會吃青蛙 蛇會吃我們 蛇會咬我們 屏東體驗的最後 傑尼跟蓋瑞還有一個地方要去 其實我們在台北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有人在賣越南花 對 但其實都不在它的產業 屏東縣的產量是占了全台灣的九層 其實基本上我們看到的越南花 都是從屏東來的 所以高速又占了全屏東的差不多七層左右 其實很多喔 你們幾乎稱霸台灣的吧 而且等於是屏東的 在台灣最南端的 玉蘭花送到台北 最北端 對 對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這裡有高速公路 大哥你不要坐在公廠 小溪跟我們不可以坐在公廠 我覺得很好笑 Sexec 難怪茶区有很多產業的道路 有蘭輝 玉蘭花 台灣人熟悉卻也逐漸陌生的味道 因為氣味高雅清香 過去經常出現在寺廟跟佛堂的共桌上 路邊也常有小販兜售玉蘭花串 讓駕駛放在車裡 近年因為疫情影響 產業逐漸沒落 更有網路傳聞 說街賣的玉蘭花 是受到黑道控制的集團 究竟真相是什麼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玉蘭花它的特性就是晚上 天黑了它才會開花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玉蘭花田好了 你有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玉蘭花田 對 第一次我們第一次看 嗯 我常常看 我常常看 我看到一朵一朵白白的 你說白白的那個 是是是 它像是長大了嗎 它本來是很高 然後因為我們為了採收方便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矮化 那是怎麼辦到的 對啊 你怎麼把它矮化的 用鋸子啊 粗的樹枝我們用鋸子鋸 比較細的用剪刀剪 你長太高的砍 你長太高的砍 太厚才弄到就砍了 喔 真的假的 對對對 蓋瑞鬆一口氣 因為現場實在太暗 補充給各位看看 白天的玉蘭花田是什麼樣子 By the way 玉蘭花如果放手去長的話 可以長那麼高喔 因為我們採花的時間 只有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時間真的在流失 我們現在在跟時間賽跑嗎 我們現在採 然後九點車子就採在 來 看這一朵花 好 這一朵花就快要開了 這一朵怎麼分辨的 按下去它就開了 試壓看看 對 按下去它又打開 就代表它快要開了 然後它會隨著時間 越來越看越來越開 我可以聞一下好了 現在沒有味道 現在沒有味道 對 一點點 欸 有種去龍山寺的感覺 這個就很香喔 喔 這個有 這個很有爸爸 小時候車上的味道 像這種 晚上如果運去台北 它會賣的好 這個就會被挑戰 那紀人現在 我們已經大概學到 怎麼樣 採玉蘭花了 那不如現在我們舉辦一個 哈哈台第一屆採玉蘭花大賽 那大哥你當我們的評審好不好 你手機然後計時兩分鐘 大哥那你待要大聲喊停喔 手機一響我們就過來集合 開始 如果踩到沒有開的怎麼辦 扣分啊 扣五分 馬上找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過大的 我發現 採玉蘭花會很 很攤青 當你很多花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往來開始 真的不要開玩笑 我是做什麼像什麼 我可以輸給台北熊戴瑞 我們走後面 走他沒走過的路 我們不走人家走過的路 好不好 我們要開創自己的道路 你怎麼跑 我們這邊了 我們怎麼路線重疊了 超級暗 我超級暗 你真的是看得到 我超級暗 而且我還放了一個屁 這個如果踩得好 之後就來就能打工 你的策略是對的 往後走 這已經踩過的感覺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4 3 2 1 好 停手 停手 好 我們走回去 你剛剛是拿別人的是不是 沒有 我們在你心中 有那麼心機那麼深嗎 好 來 你先 我們一人一個 第一個 1 2 3 來 檢查一下 這個對 只要10分 因為真的很想知道是誰獲勝 我這先加速啦 第7個 我 我 沒有啦 沒有啦 你還有嗎 我還有 好 這個可以齁 這個可以齁 第8個 可以嗎 大哥 這才開的吧 沒有 這個可以 這可以 這才開的吧 第9個 好 我這也可以 你叫我玉蘭花女王 你叫我玉蘭花女王 中日玉女傑尼獲得我們第一屆哈台 採玉蘭花大賽冠軍 我們大概3分鐘採了大概9個 這個量這個速度是合格的嗎 很慢 我們以為我很厲害 其實我自己的標準來講 3個小時可以採30斤 所以1個小時我要採 1千斤 對 做玉蘭花比較快樂的就是 你可以每天每次都收入 你在工作你就收入 你在工作你就收入 做多少賺多少 其實小希哥也是返鄉青年 我當時會想要回來就是 因為我通村莊的 然後老實的沒能發現 然後因為我鄉下 就剩下一個媽媽嘛 你擔心 擔心媽媽 對阿 朋友阿 同學他們 也都出去外面工作 然後家裡面的長輩也 其實都沒有人在照顧 發生意外有的沒有的 其實都會來不及 都不知道 我叫我哥哥哥我朋友說 你家的人如果怎樣的話 跟我說一下 不輸我還是怎樣 我可以在他們去救我 他也分享了 玉蘭花產業的危險心 其實賣玉蘭花很危險 我知道了就好幾個被車子撞死 蛤 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好奇是 玉蘭花是哪裡來的 有些新聞我們會說是什麼 他們是什麼 黑道控制 對 這個問題可以問嗎 可以問 可以問 你看到他對這個玉蘭花 其實這個是負評的 你負評之後 會被接受的人會越來越少 接著他娓娓到來 這一晚我們會送去給北部 給中部的中盤商 然後他們會去賣給零售商 然後台北是好幾個中盤 然後他們會坐在一起就是說 他們這個花價要多少 比如說現在有多少花 然後我們的花價 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是要跟農民買高一點的價格 他們花多的時候他們會降價 然後花少的時候他們會漲 所以玉蘭花的價格是固定的 對都是固定的 剛好那幾個有一個以前有混過 所以就變成 就被抹黑了 就整個產業都變這樣 對 對 我也會問那些中盤 為什麼 我們會被說被黑到控制 對 玉蘭花被黑到控制的傳聞 破解 那你們知道現在全的海外 有多少人在賣玉蘭花嗎 其實不多 最頂身的時候我可能一千多塊 現在可能不到一百個人 所以你覺得玉蘭花這個產業 可能就會漸漸消失 對可能會慢慢的不見 可是沒有關係我把它寫成一本論文 寫論文 寫論文 寫成論文什麼意思 我的論文就是研究玉蘭花的行銷 我現在在那邊博士 也是研究玉蘭花嗎 沒有我博士就研究芋頭 博士會研究芋頭 玉蘭花快倒了 玉蘭花已經走到最後了 被我寫倒了 玉樹則不打 就是芋頭也是 奇怪了我第一年做的價格還不錯 今年的價格就很糟糕 你下一個要種數 你下一個要對 我們先告訴大家 先不要去 先不要去 小希哥接下來到底要種什麼 建議農委會可以來諮詢一下 結論時間 這趟豐富的屏東之旅 我們先去了 潮州土狗的故鄉來議 再跟著大舌玩 到萬卵彩百香果 到五溝水丟煎泡 最後還到了高速 破解了玉蘭花的流言 但這些都只是屏東的一小部分 每次的深度體驗 都讓我們近乎於台灣的大 不是土地面積的大 而是豐富的物種跟人文的大 未來 哈哈台會繼續深入探索這片土地 我們對於大的東西都非常有興趣 等一下 那個誰 為什麼結論會變成這樣 黃玉蘭 裡面是黃玉蘭 黃玉蘭好像一個 黃玉蘭是誰啊 誰啊 我們現在一直無法離開玉蘭花田 因為都會有新的 黃玉蘭 這一顆黃玉蘭 可是這個收嗎 這個不收 他們不收 所以這個是你們種開心的 種錯的 種錯的 他長得很漂亮啊 我覺得他長得蠻漂亮 我覺得黃玉蘭長得很好 黃玉蘭 我跟你說 你很美 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你是 最美麗的那朵花 晚來蓋瑞 愛的是我們的剪接師大美女 哈哈 泰 Original